这位大姐的造型看上去属实有点彪悍 今日分享变形金刚电影工作室系列 SS85 第级别阿尔西 大黄蜂外传版 终于SS系列的包装也开始全面的楼空开窗 看来官方包装使用吸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那包背景版依旧是外传开篇的赛博坦战场 最近这批外传角色背景版全都是这张 主体方面阿尔西应该算是外传电影片头唯一登场的女汽车人 但总感觉玩具还原出来的效果还是显得粗壮了些 当然结构分布和配色还原度还是不错 背包方面也并不算厚 只是向两侧自然展开 如果你不喜欢展开的造型 将两边向内合拢也完全可以 只是合拢之后反而显得低调了很多 车轮部分作为脚后跟的设计倒也并不违和 需要提醒的是 人形态最好将小腿后方的零件向外稍微松开 而不是插紧 这样脚后跟的支撑力度会更足一些 不会靠后 头雕部分的还原度其实还不错 只是由于没有金属涂装 确实看起来有些怪 整体还是以塑料原色为主 主要的涂装部分都集中在躯干 可动方面比及格分高出不少 手肘是双关节 可以弯曲180度 背包的翅膀是球形关节 无论旋转还是后翻都很够用 腰部转动也并未受到背包影响 腿部可动不算很强但也足够平均分 更难得的是脚腕接地的幅度也很不错 武器方面配有一对超小的枪 不知为何拿上武器之后让我想起了双枪老太婆这个词 两把小枪还可以安插在背包翅膀内侧的凸起 装好之后翅膀好像变成了喷射背包 还多少有点带感 身高方面不到12厘米 在D级别中也算比较小巧 和外转板铁皮摆在一起 很明显要矮上一头 全装备的重量不到50克 算是比较偏轻 好在关节部分的松紧度 还是在比较舒适的区间 这款阿尔西的人形 我可以给到8分左右 虽然美形度方面可能达不到预期 但功能方面其实还不错 中场休息时间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哦 那么开始将阿尔西变形 首先把脚腕接地内翻到底 避让出空间 将脚掌沿轴下拉到底 再旋转脚尖部分 直到插栓对齐豁口 再将拉出的轴重新按回去 插接插栓 此时再将脚腕关节重新竖起 将腰部旋转180度 小腿后方零件尽量盖平 插接插栓 再将双脚的轮胎 对齐内侧插栓插接在一起 背包两侧的翅膀旋转180度 松开插栓将后半身后拉 并且将连接杆拉直 再将头部 沿双关节尽量后翻 连接杆穿过后方的豁口 背包外侧部分 松开插栓 沿双关节下拉 将上方边缘 沿双关节向内折叠 对齐边缘卡住 再将驾驶舱盖板翻开 头部沿轴后翻 塞入内侧收纳 再将驾驶舱盖板盖回原位 整个背包 沿双关节下拉盖平 先插接大腿上的两处插栓 小腿上也有两处小插栓 需要固定 将前半身上翻90度 对齐插接插栓 双臂沿着上方的肘关节 翻折90度 再将背包两侧的翅膀 下翻盖平 后方对齐插接小臂外侧插栓 前方则插接大腿外侧固定 最后将双手向内翻折到底 这款阿尔西的伪装形态 是一辆外星摩托车 从侧面看 车身的流线型和配色都还不错 只可惜车尾的两只手没有隐藏 多少有点出戏 后方底部有两处小的滚动轮 而前方的主轮只有内侧的一层能够转动 这就导致推车滚动会有些时零时不零 车形态下 两把枪同样是安装在后方的手中收纳 装好之后就变成了车辆的排气管 这样看上去 整个车形态反而自然了很多 车辆形态我只能给到7分左右 互分原因是车形态下的玩法较少 而且推车滚动也不太顺畅 综合来讲 这版阿尔西虽然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漂亮 但无论车型还是人型都比较有特点 喜欢的话还是值得一试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非常重要